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要修行 就是在叫我们修改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执着 我们的念头 就是要把很多的念头一支删除 到完全清静 跟佛一样 然后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不是白痴 不是植物人 你以为植物人没有念头吗 他只是没有动作 没有外现出来跟我们一般人的动作 念头可多了 你像那些中风的 不能言语的 严重症状的 我经常到医院去 以前去跟人家加持 就是这些重症的人 都一直在表达他们的意识 就像死掉的人 人家来问世 谁死了 他现在怎么样 我们要去设造他的灵世 也在表达他的念头 再给大家一个了解 修什么 做人 最基础的做人 基本的不去伤害人 其实伤害人就是伤害自己 埋怨人就是制造自己的烦恼 诅咒自己 伤害自己 你所以才满心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怨念 怨气的念头 爱来爱去的爱的念头 欲望的念头 只要一旦有这些 不是最高最提升的 什么都不是 无念 连正念的感觉都没有 你有正就一定有另外一面 恶的念头 你想求好人 就一定会有坏 坏人存在 这种对立的 相对的 肯定有的 有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就是要修到 那一种没有分别的